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你感谢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样子的幸福 虽然日子可能看起来就是说很平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幸福 所以没有所谓的真的方法 ABC123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去做的标准 而是只要让你怎么样子舒坦 你就应该这样去想吗 我觉得就是自在 我觉得就是练习自在 你看所有的宗教信仰里面 当你进到宗教以后 它都是让你去学习 就是说自己自在 而且还观自在 我记得周大观有一本 他爸爸妈妈帮出了一本书 我还有一只脚 就是Always Looking at the Bright Side 你看到自己的 我还有一只脚 不是我只有一只脚 对 就是说正面思考 永远看你拥有的 不要看你去失去的 因为你Remind all the time 你一直Remind你自己失去什么 其实你就变得很悲伤 但是当你就说 我不富有 但是我有个温暖的家 然后我不聪明 但是我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然后当我怎么样 就是说 你都去提醒你自己拥有什么 其实老师说你比较不会有悲惨的思考 老师刚刚讲的正面思考的力量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都忘掉这些了 就是说大家常常都会觉得 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非得要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把自己逼到一个程度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关键评论他提到的一个 美国的做的一个调查 这非常有趣 他说设想未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会比较幸福 对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就是说当你对未来有太大的一种期许 当你对未来抱着一种太大的决心 说我一定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 那种改变的那种督促 跟那种push的那种力量 有时候会让你很紧张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这种改变一直没有发生 你其实是会焦虑跟对自己不满意 不开心 就是说你每年都在定心计划 但是每年那个计划的80%都没有落实 你开始就对自己很不开心 而且很不满意 然后你对这样子的结局就是说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说会把你搞得越来越幸福感越低 这次这个是社会心理跟人格科学一个旗杆 满满有这个学术价值的 然后他们访问了 他们做了5000个人 来美国中年人来做调查 然后相隔 这有20岁到75岁的时间 1990年代 然后请他们对于他们当时的人格特质回答 然后到后10年之后预测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再去10年之后去请他们回答同样的问题 结果发现了认为自己现在跟未来不会有太多改变的人 后来人生的满意度来相比较的话 觉得原来觉得未来会改变的人 反而不是那么觉得那么幸福 这我想是可以解释的 这不要立大志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立大志 而是说不要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生命 永远都觉得现在的现况不好 然后looking for一个明天的改变 因为那很不实际 老实说就算我们要改变 有没有明天也不知道 对不对 人家就是说明天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名词 因为明天会不会对很多人发生还不一定了 有些人今天在中国旅行 忽然你看一家人就走了 那他们还没有明天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把今天把这一刻 把今天的每一刻都过好 其实串联起来明天你肯定是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今天跟昨天都过得很好 你很难假设他的明天很悲惨 但是一个人没有把今天跟昨天过好 你很难假设他的明天会更好 即使我许愿要过好 我觉得对 我知道老师的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都过不好了 而且我一直都没把自己过好 我怎么可能假设说 明天我许下的愿望就会更好 除非你从现在就开始很努力 就是说我这一刻过得很好 我下一刻很好 我今天也应该很努力的把今天过好 我就可以期许明天早上 我应该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期许明天又怎么样了 明天人家说就是一个 不一定会发生的时间名词 老师是不是就把握当下 好好的努力 而不是消极的过火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 眼睛也不是说一直都看着未来 我觉得人有未来没有未来 未来是一个很虚幻的名词 但是当下是一个很实在的 把握当下 那同时在计划未来的时候 也应该是不是那种眼高手低的计划 历了很多的大 历了很多大的计划 对对对 要有真的的行动计划 而且真的努力去执行 对 而且这种前提就是 你现在觉得自己不错 但是你可以更好 而不是觉得对自己现在不满意 这里现在什么都不好 然后就想到未来 那又不去计划 又不去行动 那就是最糟的情况 是 那个其实就是一种 其实来找一种推诿的借口 其实改变不一定只有发生在未来 改变应该发生在这一刻 就是说你在这一刻意识到 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不幸福 其实你就要想说 我要改变我情绪 对 我下一分钟我要改变我的愤怒 下一分钟 其实我觉得改变在每一个当下 就要发生了 不是发生在未来 我觉得老师 我现在开始都在挑这些 科学研究的毛病 我在说他们为什么要找中年人呢 本来中年人 你其实十年前跟十年后 其实你能够预计的 没有太多挑战 或者是令人愉快的发展 你可能就预测自己退休啦 那太很大的不一样 就可能遇到 就会比较没有感觉到 自己的未来是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不过刚刚亚丽老师的解读 我觉得是比较给大家 有一些正面的方向思考 就是珍惜现在 把握当下计划未来 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跟我分享今天 如何寻找幸福 幸福真谛 就再回来 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要拿好 而且记得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努力的去过火 我们下个月再见 雅阳老师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